当我无记忆时 爸爸总是天还没亮就出门工作 对他工作的印象 就是在工地忙得灰头土脸 工地的环境也都很差 从没想过会走上跟爸爸一样的路 2016年 那年的大环境很差 从台北回家时 发现爸爸不知什么事突然老了许多 那时的我才醒悟 嗯 该回家了 和爸爸工作的初期总是在磨合 我们在大小事上有争执 我不懂他的想法 他也不太会表达 直到他去科大当讲师后 我们沟通才开始逐渐好转 渐渐的理解他坚持的那些小事 及他想表达的精神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一间木造的阁楼上 居住环境不好 那时候就希望有个安生立命的家 建筑科班毕业后 跟着当时的营建团队 从台北花莲嘉义再该到高雄 营造的脚步踏遍了全台湾 这几年也到科大当讲师 从理论到食物的历练 让我对建筑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也更坚定对建筑内心的坚持 一次就把事情做好 是我告诉自己的一句话 盖房子的过程是工程经验的累积 我们有自己的营造厂 把每项工序都做好 是我们施工品质的要求 三十年来 我们在家乡置地置建 累积了建设和营造的业绩 坚持传承与永续 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拥有一个家 一个安生立命的家 因为我们在家乡里可以帮助 在家乡里找个人的家庭里 在家乡里找到了 到家乡里找到家乡里 有一个家乡里 就是像自家乡里 在家乡里 你会帮忙的家乡里 有一个家乡里 是没有人都能拥有家乡里